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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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简单哥 各位简单做菜 让你说我们的 很简单 今天做什么料理呢 很多的妈妈们 好爸爸妈们 在家里自行做饭 或自行带便当 那简单哥今天 今天要教你吃一道 少油又少鹽 讓你健康沒有負擔的料理 就是我們的 輕食便當 所有的菜色 都幫你答點好了 簡單又快速的 讓你吃到一度 你未來的便當 所以我不能說 趕緊做我們的 輕食便當 你們要喜歡什麼便當料理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你們知道 讓我多點靈感 來這邊看 留言告訴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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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喜歡 留言告訴你們 留言告訴你們 OK啦 你們沒跟他在留言加分享 這是我朋友來到這裡 結束 來這道料理呢 我們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按步驟來把它完成 來首先我們先燒一鍋水 來齁水滾之後我們下點鹽巴 來這裡有紅黃甜椒還有青花菜 來我們先把青花菜下去燙 那你想吃什麼蔬菜呢 你都可以做準備 這個就是不受限的 來這個青花菜的味道出來之後呢 我們下紅黃甜椒 稍微的拌它一下 趕快繼續燙燙 5秒左右我們就可以把它拉上來 然後準備一碗冰的水 我們來做一下冰鎮 然後原鍋水呢 來我們直接下蝦仁 來黑淋 一樣用燙的 蝦子在熟很快要注意一下 下去 來蝦子熟了 來我們把它拉上來 來一樣跟我們的蔬菜 來一起去做冰鎮 一樣水滾的狀態 來我們下我們的雞胸肉 那雞胸肉我們有先用一趴的鹽水來 進趴了兩個小時左右 來雞胸肉 來雞肉下去看你雞肉的大小 如果像我節目上這個大小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三分鐘 你比較大的話可能要到五分鐘 雞肉下去滾三分鐘之後 來我們現在上蓋 我們關火 來給它燜熱 我們大約抓個十分鐘左右 這雞肉就熟了 那在燜雞肉的同時 我們來做一下醬料 來在做我們的醬料之前 我們先來把我們的蔬菜 先來稍微調一點味道 冰蒸好了 我們先把它撈起來 然後我們加一點黑胡椒 來加一點橄欖油 來再加一點少許的鹽巴 稍微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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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拌完我們這個醬料 來我們今天做的醬料 有點芒果沙沙香的感覺 來加入我們的檸檬汁 還有我們的糖和辣椒 簡單的方便的醬料 把糖拌開之後 來加入我們的芒果 好來我們把它敲敲 來拌勻之後 來我們再加一點白蘭油 然後淘一點檸檬皮下去 來一樣再把它稍微翻一下 淘一點這個檸檬皮 再加一點點的風味 OK我們的醬料部分完成 我們的雞肉 好我們燜十分鐘了 來我們把它要冰蒸一下 好我們稍微等它量一下 我們來切我們的雞胸肉 喔我們的雞胸肉齁 冰蒸完來我們兩塊 我們把它切片 好來你看這個時間剛剛好 好來把它放盤子 來 好把它放盤子 來 我們的雞胸肉齁 最後再撒上一點鹽巴 然後黑胡椒裡 來補上一點點橄欖油 再來把它擺盤 擺好之後 我們的青石便當 完成 簡單哥的試吃時間 來這個啊 青石便當它其實真的非常方便 你可以在前一天晚上 先把它準備好 然後隔天的話 你要去上班 帶去公司的話 你也不會那麼急急忙忙的 這東西你就是先準備好 然後分開冰之後 隔天再把它拼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帶出我們了 省食又省力 快來吃我們這個 健康沒負擔的青石便當 一到的中午 肚子雞腸露露 看到了色彩繽紛的蔬菜 極其我渴望的食慾 醬汁帶出食材的本質 富裕的香氣 在口中殘留 好足一餐後更有精神 身體依舊清零曼妙 簡單哥的小知識 甜椒小知識 甜椒富含大量的維生素C 甚至是柳丁的兩倍多 也富含豐富的Beta胡蘿蔔素喔 護衣表 露燈 騰外交 露燈 露燈 露燈